中国的那间联谊群 也就是我们讲的旗袍 它可能代表东方的一种审美 东方的一种文化的一个载体 那么特别是上海 上海这个城市比较讲究公益 如果说拿到手的话 就是一个月一个半月到两个 它其实肯定是有一些 怀旗的成分在里面的 那我但是我觉得它不是旧的 它应该是新潮的 因为它发生在那个时间段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一种新潮 因为它其实是当时在打破一种 就是智谷 也在做博主嘛 也在就是拍很多视频 去推广这些东西 然后我也有很多粉丝 是因为看到了我的视频 然后他们就是颠覆了他们之前的一些想法 然后从而去接触到这个 我们呢可能是还是在赞助于高端领域 因为高端领域它的难度更高 我们的师傅都要做 甚至说做一辈子这个衣服 才能把这件衣服做好 巴拉巴拉 我好整理一下 我搞明白 他会离识 弱狗角形 他在许デス 那 thatís 感谢观看